嗨嗨 整個失驚無神的新年拜年LIFE 這個LIFE其實不是節目 一個公告和一個恭喜大家發財 今年大家生同愉快 吃也不肥 肉只積去你想它去的地方 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充足容光緩發 所有的病痛全部遠離 這是一個衷心的願望 我將這條影片分享出去 就可以開始講我們的願景和新公告 這個本身應該是昨天做的 昨天在店裡我還跟大家說 我會說我會做一個四點多 我會做一個短的LIFE做公告 怎知道我準備想做的時候 就發覺我五點鐘的聘請來了 我跟他說幾句 我問你可不可以等我一會兒 我想下去 然後六點鐘那個都出現 所以當我完成了就已經到晚上十點多 所以就算了 所以就變成今天不好意思 那些事情就是這樣 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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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第二天了 OK 好了今天就 拜祝個年 恭祝大家 今年真的什麼都好 因為身體如果不好 我不是說大家例如病了 坐在床上甚至住在醫院上 或者什麼重病 其實你沒有精力 你已經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如果你真的很累 你睡在床上 你真的下不了床 你什麼都不想做 你可以達到的東西 變成少了很多 所以精神精力這件事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有abundance of精力 然後你的vitality level 是最高的 OK 然後你可以receive 有那麼多abundance as possible OK 那就 生酮絕對會有幫助 因為生酮會令你身體 產生更加多的能量 這些能量是乾淨的能量 即是沒有受到污染 也不會令你的身體 有很大的負荷 氧化等等 OK 這條片仔 因為我這個life是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不怕的 之後我們會放上去 Youtube 但有時候有些朋友上來店 問我 或是發訊息給我 說 到底你是什麼時候做的 這個節目 我想聽Line 聽不到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其實想請大家 先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好嗎 變成一有重溫 你會知道 而我們的Facebook forum Fou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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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平時討論區 但它沒有U字 我們會加上U字 Fourum Fourum 希望你們可以Like我們的Page 變成我們有Post 比如說我們什麼時候會做節目 你也會收到 有Live 你也會通知 另一邊箱 就是我們生酮感受的Page 我們生酮感受的Page 主要是分享一些生酮資訊 以及健康飲食的資訊 其實生酮這樣說了兩年 都很長期才能做到的 現在我們會生酮再加其他不同的範疇 譬如中國的醫藥 包括經絡、月位 我們也會說 譬如西洋的草本 印度Ayurveda的草本 他們的概念 他們的角度 如何看待不同的疾病 我們當然會說功能醫學 功能營養學 我們也會說Vibrational Medicine 如果聽到節目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是反對 不要說反對 我是比較不傾向於 想大家吃這麼多藥 我是想大家用一些天然的方法 對身體是最沒有傷害的方法 去令身體變得健康 譬如咖啡罐腸 幫助身體排毒 喝紅茶菌 或者水黑飛耳 幫助身體補充抑菌 因為抑菌是抵抗力的來源 而且腦裡的功能是靠抑菌 我稍後會再解釋 很多人經常問我 紅茶菌 我可不可以自己家製造嗎 你會不會教我怎樣製造嗎 如是等等 這個我稍後會講一講 好嗎 我們講回節目 其實我們是逢星期一做的 星期一晚上 你當是十點 十點半 最遲的話 如果我們一個月會有一天 就是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 就會是生童同學會 就會是星期六 下午四點半 因為我們要等我們的技術同事 即是肥仔 那個時候他要上課 上次過來也是的 即是塞車 會遲了 所以可能四點半才開始 我們未來改 甚至五點鐘 請大家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就可以知道我們的資訊 好嗎 這樣就 我們那個生童同學會 免費參加 即是你不需要報名 不需要付錢 報名 sorry 報名是需要 但不需要付錢 OK 只需要WhatsApp 917-2922就可以了 917-2922 拜託不要打電話 是WhatsApp Message 發送過去 那生童同學會 是我們現場做節目 讓大家可以上來 分享你的資訊 譬如你自己個人的歷程 你生童之後 你發覺身體的變化是甚麼 或是你有問題 你想問 那與其是 在Facebook上發送信息給我 然後我可能會忘記了看 或者看了 想回覆 然後走去做其他事情 然後已經忘記了要回覆 或者找不到你的信息 那不如你來生童同學會 現場可以問我 和其他同學交流 那就費用全面 一個月有一次 就是最後的一個星期六 如果2月來講 就是23日 即下星期六 大家預算鬆一點 時間可能預算五點鐘 OK 好嗎 下一集節目 就不是今天了 下一集節目 其實是明晚的 明晚的十點至十點半開始 這個題目呢 都是講回抑鬱症 因為如果是有抑鬱症 就是受抑鬱症折磨的人 我們都希望他新的一年可以康復 可以盡快康復 重拾這個健康美滿 幸福的人生 我們身邊總會有人有抑鬱症 我知道現在大部份大家的處理方法 都是去看精神科醫生 吃腦內傳導體 原來其實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幫到他 我明天就會多說一些 主要集中在草本方面 原來他跟身體的排毒機制有關 這個我會講的 有很多人對麥倫很有興趣 我知道麥倫這件事 我接下來也會講 當然還有一些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會講濕疹 因為很多東西要講 我們要排一個次序 那麥倫跟濕疹有沒有關係 跟濕疹有關係 麥倫跟你身體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麥倫跟什麼都有關係 因為它是你身體 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系統 的電池 如果整個人的總電池 是你的腎上線的話 其實你每一組的器官 比如你的生殖系統 避尿系統的電池就是生殖倫 就是我們叫腹倫 如果你的骨頭、關節、肌肉組織 如是等等 它的電池就是底倫 所以我們要電池強 它才能夠充滿那個系統 譬如我的骨頭系統 我的避尿系統 我的消化系統 我的心肺功能等等 它背後的電池 我們要確保有足夠的電力 譬如你想像一下 如果一部是iPhone 3 這樣計算 你充滿了它一晚 你下街吃早餐 它已經沒有電 因為電池壞了 如果大家發覺 我的身體真的很累 或者我整個位置都會出問題 當然你去看西醫的話 它會開藥 西醫的處理方法 就是它們會處理病徵 症狀 症狀走了 你舒服了 你就覺得好了 但如果在功能醫學的角度看 其實症狀沒有了 不代表真的症狀 這個角度和中醫的角度都相似 就是你見中醫 就是你經常看她的時候 她說你感冒未清 很奇怪 為什麼我未清 但我已經沒有鼻塞 沒有流鼻水 沒有喉嚨痛 中醫就 後面的小孩子在騙照鏡 Rosemary 你過來 你不要在這裡跳 我真的怕你弄了這些東西 你不如坐在這裡扮娃娃 我們試試坐 OK OK 中醫就說 哎呀不是還未清 因為它把脈的時候 裡面有浮墨 即是那些脈象是浮的 他就去認為這個 是因為你之前裡面有一些感冒菌未清 或者所謂的外邪入侵是未清的 OK 他幫你調理你的身體之前 他會幫你先清清 中醫說的舌法 即是清理的方法 舌 即是排出去 他方法有很多 食藥是一種方法 刮沙 拔罐 甚至用梅花針放血 等等 甚至我們說 循著我們經絡的方向 去做拍打 或者西方所說的dry rub 即是用乾的絲瓜 或者是豬中毛 馬中毛刷 去刷 都能夠幫助系統去排毒 OK 所以其實我 讀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很多不同的系統 學說 就是務求大家可以煮最健康的狀態 食物方面 關於飲食方面 一定是生酮的 因為生酮是人類的構造 先天的飲食方法 但是 我吃以外怎麼辦 我飲食 我可以不吃東西 但我斷食五日七日沒問題 我接下來都會做 我每年的二月十八至二十二 這五日一定會斷食 即是幫我爸爸的手效 但我可能會再試 兩天到二十四 這是水斷食 你不吃東西也可以 但你不喝東西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你飲食的品質也很重要 你飲食的水分 水承載著的是什麼 我們說的 Vibrational Energy 就是每一種食物 飲品 或者存在的一個個體 它的能量 它的震盪 這不是什麼V1 新世紀 Vibrational Medicine 是一個 一個 一個新的 你可以說是新的 因為它沒有二百年歷史 不是Allopathic Medicine 就是西醫那套系統 但它是透過你身體 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頻率 而透過它的調整 而令你的身體回復健康 這其實是我一個 都很強烈 會放我的focus下去的一個範疇 這裏 值得提一提 就是關於接下來 我們做健康諮詢 consultation的安排 會怎樣 讓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的 就是 所有的consultation 現在都是 第一次都是60分鐘的 OK 就是我們會分有癌症和沒有癌症的 OK 有癌症 我們當然要集中怎樣 在癌病那裏 用生酮飲食 用新陳代謝療法 令到癌細胞 斷它的血液供應 OK 然後透過身體的排毒機制 去回復健康的 那麼 這件事 和你本身 會不會接受化療 電療 或者其他的癌法 是沒有雙衝突的 記住 因為你一天在這個世界上 你基本上都會吃東西 所以你選擇吃粥粉麵飯 即是鹽食包 喜歡的食物 或者你吃一些 它沒有辦法 用來做它的能量的食物 是對你的身體 會有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幫助 對康復也會有很好的進展 所以就是說沒有雙衝突的 OK 而且新陳代謝療法 這件事在外國的腫瘤科醫生 都是普及的 在香港就比較不普及 OK 但我會分享你 我所知道的資訊 我想說的並不是取代你醫生 給你的專業意見 OK 你都要以你的醫生為醫歸 我只不過想你知道 如果你真的不幸 你現在患有癌病的話 你不需要灰心 如果你預約的話 你網上預約 你網上預約 或者你傳個Whatsapp 去9170 2922 而我們知道你癌病的話 我們會幫你 去最接近的時間 OK 不需要看到網上預約到 五月六月就灰心了 不需要因為這樣灰心 OK 我們會盡快幫你安排 另外一種的訪問 就是癌症以外的 我們其實是會做些什麼 想跟大家說一說 你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幫你 首先 你預約了的時候 我們會先幫你看你的麥倫 當然如果你說 我是有宗教信仰的 我認為麥倫這件事 都是不對的 我自己個人沒有辦法理解 我不太明白 因為麥倫是你身體的電視 怎麼會跟宗教信仰 但有些人真的這樣想 沒辦法 你有排他性 我就沒有 我覺得這純粹是跟身體健康有關 如果我們說做訪問 你預約了第一次一定是六十分鐘 我們會先幫你檢測麥倫 有你的同意的情況下 檢測麥倫 你記住 在我檢測麥倫之前 你什麼都不要告訴我 我什麼都不需要知道 因為我這樣才能夠不偏不倚 還有沒有任何的Bias OK 我查了出來 你知道你身體的七個麥倫 即是你身體不動的器官功能 它的電磁狀況是怎樣 OK 然後我同事就會約你和你說 OK 因為可能你距離真的看到我都有一段時間 因為我知道可能現在 如果你真的 這個預約來講 可能是去到五六月 都是那句 我們因應客人的情況 我們會幫他調動時間 OK 第一個就是檢測麥倫 第二個就是你知道了你的麥倫的結果 之後你才把你的身體情況 一五一十這樣說出來 然後我會再做另一件事 我會幫你檢測你這個毛病 它的根源是什麼 這個根源可能會有一個 所謂的情緒的原因在後面 如果我們發現到它有一個情緒的原因在背後的話 我會用Bark Flower Remedy 即是花精療法 我亦都會用鬼佬點閱 即是emotional freedom 情誼 EFT 或者TFT Thought field therapy 還有另外一些方法去幫你做clearing 清理了這個 即是在你身體裡 堵住了 儲存在裡面 釋放不了的那種情緒 OK 跟這個疾病有關的 包括其實濕疹很大原因 其實是一個情緒層面的毛病 OK 好 接著呢 就會有一部機器 就是德國意大利的機器 它就拿了世界有 如果我沒有記錯 十幾個的專利 就是你坐在那裡的時候 那部機器會掃描你的身體 你不需要碰到它 OK 你就坐在那裡就可以了 那你看著那部機器 然後它就會掃描你 掃描完之後 我就會看到 你的大腦發出你的身體 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關節 你脊椎整條 它發出你每一節的訊息的強弱 所以為什麼我跟你們說 Vibrational Medicine 不論是真的 因為其實是可以量化到的 你想像一下你的大腦 怎樣叫你的腳動呢 是因為它會發出訊息 而那些訊息是能量化到 看到出來的 OK 計算到 所以那部機器是可以檢查出來 那這個 是非常有效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 在它未演化成一個疾病之前 你已經提早檢查到 譬如哪個地方是弱的 譬如女生兩邊卵巢 或者男生兩邊的書精管 哪邊的訊息強弱 或者是 譬如舉例 你的甲狀線收到的訊息是弱的 從大腦傳到的刺激 OK 好了 那你就知道 你下次做Body Check 抽血的時候 注意看一看你的甲狀線功能 OK 有一點點遺憾的 就是西醫是沒有preventive 或者不多 就是預防的治療是不多的 但是呢 很幸運的是 這部機器除了可以檢查到 你身體 你大腦傳到不同地方的訊息 的強弱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是幫你調整頻率的 OK 就是躺在這裏 戴著 我會檢查到 譬如說 你大腦傳到你的Coccyx 即是尾龍骨 最後那一節 OK 訊息原來哪一節是弱了 或者頸椎哪一節是弱了 我們可以針對那個 去調整頻率的 那你就是躺在這裏聽 那你躺在這裏聽的過程裏面 我就會幫你 再檢查一下 你現在所有的身體情況 OK 即是毛病 除了精神之外 或者是能力層面之外 層面之外 層面之外 還有其他層面的影響 還有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到你 OK 我會檢查這些 然後我會出來幫你做一個能量的治療 還有可能會加上聲音治療 OK 這個是一個小時裏面 所以即是說以後的consultation 是會有談的部分 即是講解的部分 亦都會有實際上 躺在這裏做治療的部分 那你做了一次之後 你覺得身體好了 感覺不同了 精神了 睡得好了 雙腳有力了 或者我的關節沒有那麼痛 真的 以後你可以再預約一個小時 或者半個小時的session 好不好 清楚嗎 好了 接著呢 consultation那裏說了 OK 好了 另外 再提 就是 之前提過 幫大家做遙距的默倫治療 收到很多人報名 謝謝你們的反應 那麼踴躍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做呢 就是2月18日到3月10日 七個輪位 每一個輪位會做三天 那大家是選擇一個輪的 好嗎 譬如你覺得自己底輪是弱的 因為你確認出來 你知道底輪是弱的 又或者你說我的骨是不好 我的關節又不好 我又坐骨神經痛 我又經常腰骨痛 我的腳又沒有力等等 那你知道你的情況是什麼 你可以針對選擇那個輪 那三天是完全免費的 所有的功德 如果有任何的功德 從我做這件事 全部是迴向給我爸爸的 所以你會看到 為什麼選擇2月18日呢 就是我爸爸 在2015年 離開這個世界的日子 OK 對了 這樣就 請大家 如果你們覺得 喂 我就這樣給你一個名字 你好像化學了一些 那你可以印一張全身相 就是你這樣站在那裡 不用漂亮的了 OK 麻煩一定要穿衣服 不要拿字畫 就拍一張全身相 這樣 然後在那張照片 你印出來 你可以在背面寫你的名字 我們的小店也告訴大家 地址在哪裏呢 就是 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然後 生殖倫呢 就是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我生日都會幫你們做的 那你們什麼都不需要擔心 也不需要 哎呀 那我要做什麼的 我需要不需要齋戒木肉的 不用的 總之 過你如常的生活就可以了 當然你可以不要去 去喪飲酒 去砍 這樣會更好 OK 可以更好 可以保留你的能量 OK 但是呢 要不需要齋戒木肉 是不需要的 那你每天都會沐浴的 OK 好 然後呢 我自己那一隻 麥麟的瓶 OK 跟大家說一下 你們之前看過LIFE的 生農同學會 你看過的膽子是比較大的 OK 裡面是全部放了那一隻 麥麟的石 現在Printer就幫我弄他的很漂亮的套 裡面除了是麥麟的石之外 裡面是加了花精療法的花精 Bark Flower Essence OK 所以裡面裝的不是清水 也不是酒精 是Bark Flower Essence Bark Flower Essence 裡面本身是帶有酒精的 因為是防腐的功能 然後我會加了精油在裡面 這些能量是很強的 之前大家不熟悉能量療法是什麽的人 就可能覺得 有什麽可能這杯隔著 玻璃會影響到水 但你看到 出來的化驗結果 是真的影響到 它連PH值也會變的 所以這件事是證明給你們看 Fibrational Energy是真的 珍蕩療法 OK 其實我不知道中文是珍蕩療法 Fibrational Medicine Fibrational Healing Fibration是震盪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粒子 桌子是粒子 貓是粒子 大家其實都是粒子 粒子是會有震盪的 所以為什麽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麥倫 顯示出來的光線是不同的呢 這個是科學來的 我想告訴你們 OK 你的眼睛 即我看到的光線範圍 就是彩虹光 最深的是紅色 最深的是紫色 這跟電磁波 Electromagnetic Field是有關的 跟Bio Photon是有關的 這些是Hardcore Science 這一個我明晚未必會說太多的 我可能等回我們的電機工程師 即李布丁和我一起在場 一起說給大家聽 所以會解釋到為什麽Distant Healing 即遙距是一樣的 因爲只要你不在外太空 它那裡是不是真空 你空氣之間有粒子 所以震盪是沒有跟距離時間有關係的 OK 所以你們之前覺得 沒有可能放些水下去 隔著膽子裏面有水晶會影響到 我告訴你 你現在看一些報告 出來了 是真的有分別的 正如你躺在那裡 聽著德國意大利調頻 去幫你調整你的頻 其實你聽不到聲音 這個是Under 20Hz 是你的大陸的聲音是你身體的訊息 你聽不到聲音的 但是你做完之後 你覺得怎麼好像不同了 真的好像不同了 有力了 那裡沒有那麼痛 你明白嗎 因為不是全部都是我們眼的範圍 看到的光線 和我們聽到的音頻範圍 Radial waves 即是收音機的頻率 你聽不到 I mean 是Beyond 我們能看到 Electromagnetic Field的範圍 Gamma rays 也是 Infrared Uterviolet 也是 但是它是存在的 因為你能夠分析到的 OK 我們接下來會仔細說 麥倫瓶 我自己的那種 德國的那種 隨時都有 我自己的那種 如果大家想要的話 我沒有分不同的麥倫 全部麥倫都是980元 我連著這個杯子 它有一個套 我撐著它出街 它有一個套 拿著它 OK 那個是2月中可以給大家 即是十多日 好嗎 最後想說的就是 關於儒家和聲音治療 我看到很多人給我一個反應 就是我還沒下班 我七點鐘上不了課 這樣 所以我現在都在考慮 好不好 把我們的課程調到星期六 可能星期六下午 我們會多上幾課 可能星期日也會多上幾課 這樣 一至五我就集中做Consultation OK 就是幫大家 檢查你身體背後 那個毛病背後的成因是什麼 然後幫你清晰它 然後加強你身體的頻率 加強你身體的能量 令到你覺得 在沒有吃藥的情況之下 都覺得身體健康了 強壯了 有力了 精神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給我意見 覺得好不好有這樣的轉變 就是儒家加聲音治療 集中是星期六日 可能一節不會有聲音治療的部分 就可能八點半至九點鐘 舉例 或者八點至八點半 可能兩節 我不知道 看大家給我的反應 好嗎 因為我知道 如果你趕不及過來上課 都很可惜的 就回大家 好嗎 看看你們的意見如何 明天晚上會做節目 十點多鐘 講抑鬱症 是講草本 如何幫助抑鬱症 這個是順天然的 大家可以當作茶 洗來喝 如何透過排毒去幫助自己的心情 可以變得更好 好嗎 拜拜